主席请部长 请部长被寻 另外这个想要就我们现在政府 我们现在几个核电厂也即将要除疫 但是对于我们高阶核废料的长期的储存的模式 到现在是并没有一个清楚的solution 那过去在你好几位前任部长 每一个部长来我都是一样的立场 也就是过去台电曾经在花莲地区 做这个相关专探的这个工作 那我们去反对之外 也同时要求所有的资讯应该要透明化 那我们全花莲县 尤其是这个之前专探所属的这个秀林乡的居民 是全面反对高阶核废料 以花莲作为一个储存的一个地区 那在你所有的前任部长我都问过这个问题 那我要再一次的表达我的立场 我反对以花莲作为一个高阶储存的 未来可能的一个选址的对象 我要再次表达一个反对的立场 那我也希望经济部也希望台电 再次的尊重我们地方民意的要求 我先让这个董事长做一个回应 然后我们再补充说明 报告委员我想那个当初有一个转探是做研究了 不过现在应民众的要求已经封井了 所以并没有新增的计划 目前并没有将花莲县视为是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的选项吗 没有这个案子正在进行中间暂时没有把 目前还没有把花莲放在里面 暂时没有 那我要要求是永久都不要将花莲县视为未来选址的选项 是那个 那个部分就是我要讲的部分 不是这个董事长的权责 那部分因为在原人会跟这个跨部会的协调当中 那经济部的确是主折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分析所谓的核废料中级的储存 甚至包含低放射性核废料的处理 那部分的报告 那首先必须做选址的这个规定跟架构 同时这个平台必须完全透明 那个在进行部已经定好了这样的政策 所以一旦这个选址可能的条件 一旦完成之后我们会公布 同时开始邀请各界参与这个选址的讨论 所以那个部分呢会完全公开透明 那任何一个地点在台湾都还没有被列入 这个部分的考量 是因为最下面的这个上位政策的这个选址的方法 跟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平台 是我们首先必须建立的 先做一个说明 好那我想这个事情我会持续的要求 那我们全力的来反对 将花莲设为一个选址的选项 那我们先做一个选址的选址